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7毫米开口扳手 一字螺刀和5毫米内六角形扳手 摘取灯管前需先准备灯管保护罩 关掉投影机电源 运行后的本体罩温度会很高 请冷却15分钟以上再进行灯的更换 拧开投影机的螺钉 摘取灯罩 拧开灯箱的螺钉 手握灯箱饼 挺起灯箱 从投影机中拉出 将灯箱放置于安稳的场所 取下螺栓 就此将灯从灯座上取下 拧开两个弹簧爪式螺钉 将侧部的罩子从灯箱取下 用手按前罩拧松螺钉 取下罩子 从灯房摘取罩子时 请用手按住灯进行操作 将连着灯线的阳级灯锁向上移动 与灯座一起取出灯 在拿灯时 请充分注意不要碰撞到踏污 将灯放入保护罩内 取下烟级灯适配器 用5毫米六角形扳手 拧开适配器的固定螺钉 从灯座上拆下灯线 用两把17毫米开口扳手 一把按住螺帽 还有一把拧开另一个螺帽 将一使用灯管放入其原装盒内 确认灯管的阴极电极 这一包装盒标有UP的一边 将新灯管从盒内取出 烟级适配器安装于灯管 确认烟级适配器和灯管底座 是否完全基础 装置适配器时 不要摘掉灯管的保护罩 将螺钉拧紧至2.5牛顿米 在阳极插座安装阳极线夹 并确认平电圈是否放置在 防松螺母和阳极线夹之间 将螺母拧紧至9牛顿米 为了可以将灯箱顺畅的投影机 请留下有不超过一毫米的缝隙 摘取灯管的保护罩 请轻轻地将灯置入灯箱内 将阴急适配器的导线 置入眼前的插槽内 从正面可以看到的霞槽 请连上适配器 只需轻微转动 这样就是确定了灯的阴急位置 安装前侧外照 确认灯管是否正确地装置在外照的中央部位 然后请拧紧螺钉固定 拧紧螺母至9牛顿米 检查连接点是否有松动 装上灯箱的边盖 装上灯箱的边盖 拧紧螺钉至2.5牛顿米 确认投影机是否为电源关闭状态 紧握灯盘柄 将灯盘缓慢地滑入投影机内 注意是否按照指示方法正确操作 将灯盘向前推 直至灯盘完全滑入投影机 拧紧三处的螺钉 以将灯箱固定于正确位置 装上投影机的灯罩 每次灯换灯时 都需要更新灯的信息 如果不进行更新 很有可能会影响到灯性能的低下 和灯的使用寿命 打开电源 下面来操作 Communicator Touch Panel 选择菜单的 Installation Lab Lab Information 当屏幕显示 Lab Information时 按Change Lab 屏幕会显示这个讯息 按From New Last 按Select 以列式可行的商品代码 选择商品代码 然后按OK 此产品编号就成为有效 输入续号 按Reset Lab 确认讯息出现时 按Yes 最后按Cross 这样更换灯的工序就此完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